接下来就是魔法时刻 有请我们的嘉宾雪人 登登登登 这波表演你给几分 众所周知 退化神器是新一代的超级内鬼神器 比如把巨人退化成未来巨人或者残障同仁 或者把小型特殊僵尸变成铁桶 增加血量 好家伙 这哪是退化 建议退化更改成进化神器 接下来就是魔法时刻 有请我们的嘉宾雪人 登登登登 这波表演你给几分 但其实退化在部分场合也有骑兵作用 比如这周的追击第二关 有4阶以上山竹的超高配玩家 可以用退化神器获得极端高分 这边仅供各位欣赏 开具双花家黄金贝雷攒够阳光 这边我先种变身鞋子复制的山竹 再种本体山竹 达到双管齐下的作用 山竹大招的电弧达到最大的时候 点击黄瓜 虽然接机和扭蛋取消了石亭 期间点下一波这类操作 但黄瓜也有石亭呀 就是花费 贵了那么一丢丢 快速点击下一波到最后一波 由于没有血量很高的僵尸 所有僵尸都挂了 但注意飞锁就算阵亡 躺尸时间也是非常漫长的 而且都在不同行 直接点击退化变成铁桶 贝克坦王都有快速收尾 最后10秒 当然如果换成加速闹钟 重置冷却的话 还能加快1-2秒 相比较于柚子只能管一行 精灵没三叶草开具冷却墨迹 魔音甜菜容输离低的情况下 退化就是很不错的选择 由于制作时间的关系 所以讲解的不多 好的我是猪庆 喜欢的节目关注 下期不见不散哦